这两年受疫情的冲击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及团体募款的情形不如往年 中秋节快到了 华联县政府特别在文创园区举办了 月圆圆秋节园中秋礼品展示推广活动市集 邀请到包括了黎明庇护工厂 华联县制闭症协会 安德企事中心 毕师大教养院等单位带来精美的秋节礼盒 期盼民众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身心障碍朋友 月圆圆秋节园中秋礼品展示推广活动市集 27日下午在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 现场包含黎明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 华联县自闭症协会 安德企事中心 华联壁师大教养院 华联县脊髓商协进会 华联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及在地摊友都共相顺举 带来各式手作月饼礼盒饼干或手工艺品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 现在中央各级长官还有各县市的局处长 每次互相交流的礼物 就是庇护工厂的礼物 他们的产品 所以各界都对于优先采购已经非常重视 我们也期待各机构对于自己的产品的设计 生产还有内容的采购 包括在地食农等等都可以来结合 我们花莲县有非常多的弱势团体 他们默默的在为着我们乡亲的生长的家人在服务 甚至提供24小时的一个协助 在解决了非常多家庭的困难 现在我们全年度都本来就有优先采购的一个行销 那现在是借于中秋节这个节日 那在现场非常关心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办理了这个活动 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弱势团体以及家庭的一个重视 然后呢在情有余力的情况下 给予他们各式各样的采购 让他们觉得是给钓竿而不是给鱼 能够让他们这些有需要协助的小朋友们 家人们 乡亲们或是家庭 都有至尊的来生活着 来开拓他们自己生命的路程 花莲县府社会处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前夕 推广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 及庇护工厂的秋节礼盒及月饼 期盼民众送礼选择 能优先使用身心障碍朋友及社福团体的产品 除了有失职的收入帮助 一方面也让这些身障朋友更有自信 能促进社会参与 增加自力等良性循环 用实际行动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 多多购买社福机构制作的中秋节产品 多过订单及支持 享用美味又能兼做工艺 记者长方燕华林诗报导